Hello 大家好 我是Jazz 欢迎大家来到Job Majesté 打工皇帝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Jo Hello 大家好 多谢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就是公关 是的 我想告诉你很多时候 很多人其实对公关这个事情 public relation 可能有点不理解 你应该会知道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公关 public relation 其实的Job Scope 其实需要做些什么 公关 十年前公关 你看到报纸公关 一班女郎 入月收入应该有二万到三万元 那些不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自带的手机会是什么 是的 他们也用错了公关的敌词 我想趁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公关做些什么 公关基本上 我们就好像是公司的代表 这样就会传达一些讯息给大家知道 关于公司的一些进展 或者是如果是大运公司的话 也要让一些投资者知道 我们公司的进度在哪里 就是希望多些投资者 可以投资在我们的公司 这一年 就是这个行业 这么多年 超过十年 是吗 那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事件 需要你处理的事件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公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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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生过 一定会有的 是真的不用问 是真的不用问 不用问 你时刻都要对着那些报道 这些图片呢 他们都会召唤你的 都会做回多少访问之类 即是你现在是什么进展之类 我们都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品牌 会去到很远 因为这个是negative news 我们都不需要被人看得这么多 因为越多人知道的时候 你处理的时候 就要更加多东西 这样我们尽量减少 多人知道这些东西 这样我们都要问一下 这些图片 不可以放这么大 你这一篇 你会不会觉得 比较 比较10年 你会不会觉得 PR这个角色 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或者是怎样 你怎样看现在的趋势 如果你说是不重要 是不成立的 我认为他PR的角色 就多元化了 多元化 他在10年前 我们对媒体 对政府 或者是对社团 我们是对这几个平台 现在我们对社交媒体的人 包括YouTuber KOL 或者是Instagram 或者是影响 我们的讯息都会一样 但他多元化是 他将他以前写的 很公式化的方式去写 到他年轻化了 这个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了 好的 我想问你 你会建议他们进入 i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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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PR 还是PR agency 会比较好一些 我会建议大家 先进PR agency 因为PR agency 你对客人不一样 因为你对不同的 industry 的客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学到不同的 industry 的东西 如果你进入 in-house 如果你是卖苹果 你只卖苹果 如果你在PR agency 你可能卖车 卖苹果 又卖橙 不同的生果 你看到的东西 会比较大 exposure 多元化 不过你这样做 就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 不过你要捱得 所以我建议的是 你可以在PR agency 至少在1-2年 so for freshgrads 你会有什么advices 如果他们想进入这行 因为我不想他们 进入这行的时候 原来PR是那一回事 以為PIR是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 你進來後發現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你會給他們什麼提示 讓他們不會有這麼大的心理落差 我是覺得剛好要入行做PIR的人 你就需要具備很多條件 你要先知道做一個好的PIR要有什麼條件 我想第一個一定是你自己的移民能力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般的 或者是一般的,其實都不夠好的 其實你的語言是要完美的 三個語言都是要好的 如果你沒辦法做到三個語言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其中一個好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學習 因為PIR認識的東西真的太多 不同的業務的東西 或者不同的業務的東西都要認識 它是一份可以給你一夜長大的一份工作 絕對是 非常感謝Joe幫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PIR的career path的東西 也感謝你的收看 See you guys again